儿童和糖尿病管理儿童患者的特殊注意事项 对于儿童患者 管理糖尿病需要特殊的注意事项和关注 以下是一些针对儿童患者的管理建议 家庭教育和支持 糖尿病的管理应涉及整个家庭的参与和支持 家人应接受相关教育 了解如何处理血糖监测 胰岛素注射等重要任务 家庭成员可以提供情感支持 和帮助儿童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 预防低血糖 儿童患者在注射胰岛素或进行运动时 更容易发生低血糖 监测血糖水平 并在需要时提供适量的碳水化合物作为应急食物 以应对低血糖事件 饮食控制和营养 儿童的营养需求与成人不同 确保儿童会得均衡的饮食 包括蔬菜、水果、全穀物、蛋白质和健康脂肪 与糖尿病专业人士合作 制定适合儿童的饮食计划 特殊场合和学校管理 儿童可能参加聚会 生日派对或校外活动等特殊场合 需要妥善处理糖尿病管理 与学校建立合作关系 确保他们了解儿童的特殊需求 并制定应对方案 心理支持 儿童患者可能面临与糖尿病相关的情绪和心理挑战 提供心理支持和积极的情感环境 帮助他们应对糖尿病带来的压力和困难 年龄适应的自我管理 随着年龄增长 鼓励儿童逐渐承担更多的自我管理责任 根据他们的能力 教育他们如何监测血糖 注射胰岛素、记录数据等 定期监测和就医 确保儿童定期接受医生的检查和监测 根据医生的建议 定期检查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和其他相关指标 重要的是 儿童患者的糖尿病管理需要个性化的方法 根据儿童的年龄、成熟度和特殊需求进行调整 与儿科糖尿病专家合作 制定适合儿童的管理计划 并确保家庭和学校的支持和合作 儿童的管理计划